20. 中華工商時報 伍良亦成英國外樂樂團首席戰略合作夥伴探索可知 借禁的路見有助於加強兩國文化的交融 2015年7月9日食品健康 07日前 伍良亦與英國外樂樂團全球首席戰略合作簽約儀式在京舉行 英國駐華大使館文化參贊潘勞西 英國外樂樂團董事總經理大衛威爾頓 英國外樂樂團發展總監喬納森富勒 中國著名音樂家 中國音樂家協會主席趙桂平 伍良亦股份公司董事長劉忠國 副總經理唐白超等嘉賓出席了簽約儀式 伍良亦股份公司副總經理唐白超 與英國外樂樂團發展總監喬納森富勒 代表雙方現場簽約 伍良亦董事長劉忠國在簽約儀式上表示 在首屆中英文化交流年的大背景下 來自中英兩國兩個代表性產業的一次一手與對話 不僅是一次東西方經典文化的深度交流與融合 而且雙方的跨界合作能夠推動中國白走文化與音樂藝術的復興和泛榮 促進不同文化、文明之間的交流、理解和認同 英國駐華大使館文化參贊潘勞西對雙方的合作表示肯定 伍良亦與愛樂樂團的新型合作關係令人鼓舞 希望中英兩國能夠創造出更多的中英文化交流機會 同時足可伍良亦與愛樂樂團的卓越合作伙伴關係取得成功 音樂、美酒、藝術是全球共同的語言 英國愛樂樂團董事總經理戴衛威爾頓表示 愛樂樂團與伍良亦的合作關係如同婚姻一樣 由自亂走向成熟 相信雙方的合作關係將越來越密切 成熟 中國著名音樂家 中國音樂家協會主席趙桂平出席簽約儀式 他認為作為中國白酒典型代表的伍良亦攜首英國愛樂樂團 給我們描繪出了美酒醉心、佳音醉意的平衡與和諧意境 讓我們看到了不同文化、藝術之間的包容、融合 雙方的合作模式也為中國音樂如何在當代社會 賺放新的生命和活力、探索到一條可知借禁的路徑 有助於進一步加強和推動兩國文化的交融 互鑑、增進兩國文贊衣之句 解和友誼 事實上 伍良亦作為中國民族企業 近年來一直致力於向全球推廣中國白酒及中國白酒文化 向世界展示中國白酒的魅力、促進中西文化的交流 尤其在英國多次開展多層次、多角度的中西文化交流 2013年11月 伍良亦受邀輔英參加柴爾斯王子 65歲受驗並在英國國會進行中國白酒文化演講 向英國和歐洲推介中國白酒 2014年4月伍良亦由徐商務部一憑深入英國交流 12月 柴爾斯王子派特使回訪伍良亦 並帶來了倫敦市市長鮑女施約翰遜的親不信 鮑女施約翰遜市長表示伍良亦開創了中國企業 在英國藝術領域合作的先河 希望伍良亦作為愛樂樂團最重要的國際夥伴 及兩國之間帶來更深層次的交流和合作 據了解 早在今年春節期間 伍良亦與英國愛樂樂團在英國唐寧街10號 簽署了戰略合作備忘錄 此次在北京正式舉行伍良亦與英國愛樂樂團 戰略合作簽約儀式 雙方達成戰略合作夥伴後 將以新穎獨特的合作模式著重在教育工作 文化交流等方面開展合作 語言 甜點 詞詞曲曲 曲抛成